欢迎大家参加伯拉克教会 今天我们这个证道系列 是全年性的 说实在 已经是第二十个星期了 我们谈到是迷上这本书 那迷上哪本书呢 我们迷上这本书 圣经 迷上这本书 那我们的重点是 希望大家对整个圣经 整个的故事的大纲能够了解 能够记住 这可以帮助大家读圣经 帮大家能够灵性可以成长 更认识我们的神 那今天我们 其实我不止今天了 最近这三个星期来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种感受 这前三个星期 好像蛮沉重的 这个谈的故事都是很 读起来 大家走出去 没有这个赞美神的感受 而是说 这样走出去 有没有这种感受 对 这三个星期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们在读这故事的时候 我们读到旧约的故事的结尾 我们读到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神所建立的国家 他叛逆神 然后他被神毁掉了 OK 因此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今天我给你 是谈一下 我们今天谈的是盼望 因此不是那种 那种道 因此给你预告一下 可是呢 我们既然要谈这个旧约的结尾呢 怎么样了解旧约的结尾呢 我想先开始问一个问题 问你问题 你们可以思想一下 这个问题 你最担忧的是什么事情 你怕什么事情会发生 你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OK 想一下 有没有担心说 我可能工作会不稳定 或者是 我的父母亲病倒了 或者是爱人 家人有生病的 或者是有些人 他们有亲戚 有认识的 他们的朋友 他们的婚姻有问题 我们是不是想这种 各种各样的事情 对不对 我们还是为这种事情担忧 哎呀怎么样的 钱不够 我们房子怎么样 各种各种事情 对不对 OK 那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有没有一位 在担心 有一个别的国家 会侵略美国 然后把Madison 打倒了 然后把我们抓到 另外一个国家去 有没有人这样担忧的 没有一个 OK 这个问题和这个反应 告诉我们 我们读圣经不容易的原因 OK 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大国 我们从中国来的 也住在一个大国 OK 我们不容易了解 小国家 国民他们的思想 和他们的经验 他们会看到一个 邻居的一个国家 会攻击我们 侵略我们 这种惧怕呢 我们没有经验 美国最后被 上次被侵略是1812年 已经差不多100多年了 受英国的侵略 在美国的土地上打战是 美国南北战争是 1861到64 那也是150年了 中国呢 我们当然记得是 8年的抗战 可是那也是1945年结束 已经快了 快70 80年了 我们有些在座的 可能已经 你可以记得 可是大部分的 我们不记得这些事情 我们这一代的 不记得了 OK 因此我们不容易 读这本圣经 可是我想提醒到大家 我看一个地图好不好 这个地图叫做 是一个2016年 Global Peace Index 是一个组织 他们要让我们 他要提醒大家 我们住在美国的人 可以说 世界很和平 我们没有受侵略的危险 可是你看这个图 你会说 这个图呢 会让你知道 世界上的和平的程度 颜色是这样放的 最平安的是 比较是蓝色的 绿色的 然后越来越红色 是越战争 有战争的 OK 你看加拿大 非常和平 OK 非常和平 然后呢 你看 那你说 那你看 那个葡萄牙不错 然后呢 那个比较浅蓝色 像欧洲比较和平 蒙古利亚 澳大利亚 然后你看美国说 为什么美国是黄色 是中性的 你说为什么美国 我们没有什么战争啊 啊 我们美国在参举战争 因此跑到中东去打仗去了 因此也算是黄色了 你看黄色的国家呢 中国没有战争 可是黄色 就是有这些暴乱的东西 参与在内 红色是表示 他们真正有战争的 发生的地方 不只是叙利亚 而是包括 你看到的是那个阿富汗 你看到的是利比亚 你看苏丹非洲 你看苏和东欧的区域 有很多的地方 在全世界有上百万的人 来经验到战争 他们有这个惧怕 说我们会被人侵略 我们会被人攻击 我们会把我们的家 会被人毁掉 然后他们把我们掳去 到别的地方去当奴隶去了 这种思想 我们现在 我们想是想都想不到 可是在历史 世人的经验中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我们活在一个蛮特殊的地方 蛮特殊的一个时代 因此要了解圣经 要读圣经 能够读懂的话 我们需要能够进入 以色列人 他们那时候的心理的 思想的方式 以色列是个小国 他们是个小国 住在中东 他们上面 他们北边有两河之域 南边是埃及 是大国 他们活在那地方 非常危险的 我们看这个地图 我们看看 提醒一下 这个以色列的历史 以色列国家 原来已经开始了 是蛮小的 可是没想到 还要分成两个 再更小 北国 南国 一个是北国 是以色列 南国叫做尤大 你说这个国家 已经再小 再分裂 然后呢 它中级旁边 前面有另外一个 小国序列 他们还在互相 小国在打小国 最后呢 大国来了 亚是有时候 我把你全吞掉 因此北国在722年 以色列就没有了 把人民全都放出 然后分散到 就完全失去了 那北边那边是经常有患的 亚兽被打倒 被巴比伦打倒了 因此巴比伦起来 控制这一切呢 就给了攻击尤大 把尤大吞下来了 这是586 这是上个星期 我们谈到的故事 就是说 巴比伦进来 把尤大 他的圣殿 他的毁掉 烧掉 然后把那个耶路撒冷毁掉 然后把所有的人呢 都带到巴比伦去了 这是上星期所看到的 对不对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我们会有一个很容易 如果我们要进入 他们的思想方式的话呢 你需要进入 他们的历史情况 和他们的文化背景 你会想到第一个问题 你现在如果是汉祥 你们是犹太人 你们是以色列人 你们住在巴比伦 我们家是800里以外 我们被拉过来 住在巴比伦 我们会想什么东西 我们会问什么问题 当然第一个问题了 到这里怎么办 是不是就应该当巴比伦人了 就放弃自己的身份了 放弃自己的文化 放弃自己的语言 放弃了 还是要保持 可是要保持 怎么保持下去 对不对 我们是神的选民 这个神第一点 到底还是不是 跟我们在一起 他是不是放弃了我们 很重要的问题 对不对 第二 我们国家的未来 有没有未来 神还是不是要 神原来拣选我们 说要用我们 拯救这个世界 那现在我们国家垮了 住在巴比伦 世界还是乱的 那神要不要拯救这个世界 然后呢 要不要用我们 很好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是要回答的问题 而且再说 再问下去 如果神真正要 恢复我们这个国家 可是我们跟以前一样 还是要叛逆 那怎么办 对不对 如果恢复了 怎么办 因此我们会 很多很多问题要思想 在这个时候呢 旧约里头 一些先知们 开始回答这些问题 他们开始 他们谈这些事情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先知们 怎么对付这些 住在巴比伦 以色列人的问题 他们有四个大应许 第一 我们要在世上 建立另一种和平 跟我们 世界上谈到的 和平思想方法 不一样的 神有个意象 要转变这个世界 第二 另一种 True埃及 这个意思 我们要回到 True埃及 原来True埃及记的故事 你记不记得 以色列人 他们还没有立国的时候 就在埃及当奴隶 然后神把他们 从埃及拯救出来 脱离了那个奴隶制度 进入一个新的国度 我们需要重新 再来一次一个出埃及 可是当然不是 真正不是埃及了 可是又另一种出埃及 第三 我们需要另一种人民 因为原来的人民不行 他们没有办法保持 跟神能够立他的约 没有办法活出 神的性格来 最后呢 另一种领袖 以色列的王 是败坏的 要重新一个国度的话 需要一个新的领袖 今天我们要谈 前面这三个应许 下星期我们谈 第四个 下星期我们谈第四个 今天我们谈前三个 陈的兴许 好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可以翻到以赛亚书 翻到以赛亚书 我先给大家 复习一下 我们说这个旧约的故事 是什么样子 有四大步骤 一直在重复 神有他的计划 人们叛逆 神有他的反应 然后神有应许 我们现在看 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结尾 我们看到这四大故事 这四大步骤 是什么样子 神的计划是什么呢 神建立了以色列 为了要拯救叛逆的世界 大家要记得 这是为什么 神要建立以色列 叛逆 以色列拒绝 跟从神的律法 而崇拜偶像 他们不想当神的人民 他们想跟世界的 其他的文化一模一样 追求他们的 他们那时候的偶像 追求那时候的价值观 没有想要说 特殊来当神的人民 那神有他的反应 神说 先派先知 与领袖来转变民心 可是人民没有转回向神 然后最后呢 神毁灭以色列 放逐他的子民 这是旧约的故事 可是最后面有一个应许 有一个盼望 神应许有一天 他会召回他的子民来 也重建他的王国 这就是旧约的故事 我们今天开始要注重的 要开始看应许 好 那你翻到以色亚书了 我们来读以色亚书 第二章 我们来看这一段 先要注重今天谈的是 另一种和平 以色亚书第二章 亚莫斯的儿子以色亚 得到末世 有关犹大和耶路撒冷 在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的殿的山 必被监力 超乎众山 必被高举 过于万岭 万国都要留归这山 并有多国的人前来说 起来吧 我们上耶和华的山 登雅各神的殿 他必把我们的道 他必把他的道 指教我们 我们也必遵行他的路 因为训会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话 必来自耶路撒冷 他要在列国施行审判 为多国的人断定是非 他必把刀打成厘头 把毛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取刀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 雅各家 来吧 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 这段经文 我不知道在中国里头 有没有大家对这段经文很熟悉 在西方文化里头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段经文 不是在教会里头 在教会以外 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 他们都知道 第四节的下一半 必把刀打成厘头 把毛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取刀打攻击那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 这段经文是有名的 你看下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联合国 联合国的那个大楼 旁边有个小公园 他们就把这段经文 雕在这个墙上 They shall beat their swords into plowshares and their spears into pruning hooks Nation shall not lift up sword against the nation Neither shall they learn war anymore 这段经文 他们吸收到 这变成联合国的意象 是一个世界太平的意象 下一张 这也是在联合国 他们旁边的公园 这个雕像 他是这个人在把刀打成厘头 对不对 他把他打成厘头 这块没有趣的 这个是1950年代的时候 Nikita Khrushchev 是苏联的首相 他把这个雕像 送给联合国 那时候是 我们说是冷战的最高潮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送进来 我先有两件事要提一下 第一 我们谈 跟从基督的时候 我们经常的 我们的意象是非常狭窄的 是一个个人性的 我死后要得永生 我在这世上的时候 我希望得到神的祝福 我有神的带领 是一个非常个人性的 这一段经文 以赛亚书这段经文 提醒我们 神的意象是全世界性的 神的意象是 我们个人得复活以后 进入这个神的国度 可这个神的国度 是一个全世界的 有不同的国家 然后呢 是一个太平 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制度 这个立场是大的 是世界转变的意象 你说这也是我们想看到的 我们想看到 不只是我们想看到 说实在 这个渴望世界太平 是世界的人 经过战争的人 都渴望 都是很渴望的 他们想要看到 国家不打国家 对不对 这是我们都想看到的 下一张 提出一个问题了 联合国你注意到没有 把下面 第四节的那下面 那两段 把刀打成离头 和这国不举国 攻击那国 不学习战争 他们把它 雕在那个联合国的墙上 这是我们的盼望 看出问题没有 断章取义 看到没有 你看到 神的意象 和他们的意象不一样 他们看到的是 万国和平 神的意象不对 神的意象不是说 你不是万国和平 神的意象是 万国和平是什么结果 是全世界都服从神 才达到的 他必把他的道 教导我们 他们也必遵循 他的路 因为训会 必出于西安 耶和华的话 必来自耶路撒冷 他要在列国实行审判 为多国的人 断定是非 世人都开始追求神 认识神 服从神的时候 世界太平 没有这个的时候 后面那个做不到 后面那个做不到的 你先想看吧 这国不举刀攻击 那国 不学习战争 你如果我们一个国家 没有军人 保证怎么样呢 被人侵略 相反的 对不对 完全是颠倒的 你越学习战争 越不容易打仗 你如果 越不作战 越没有军人 别人越会欺负你 因此我们人与人中间有一个基本问题 我们国家中间在那边竞争比 在抢来抢去的时候 有个基本问题 我们互相不信任 因此我怕你打我 因此我就把武器军弄起来了 你们怕我们打你们 因此你们把武器军弄起来了 谁也不敢让谁 现在我们看中国南海 那块海 我们国家说是我们的 台湾说是他们的 菲律宾是越南 大街都是他们的 大街都要抢 那我说啊 那如果我们说天真一点好不好 就让我就算了嘛 对不对 为什么要抢 大家为什么要抢呢 我们要和平嘛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呢 你一让 别人怎么样 得寸进尺 你让一步 他们再抢一步 你再退一步 因此你还不能让 对不对 不能 比如说在一个 人所控制的世界制度中 你不能让 你需要准备战争 而且呢 人家开始挑战你的时候 你得打一次 至少打一打 让他们知道我会打 对不对 你不要谈这个世界情况下 那段经文根本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人在控制这个世界下头 达不到世界的太平 梦想了多少 只有一种方式 得到世界的太平 很多人试过了 怎么样呢 我把世界全天略 完全控制 多少的那些霸王 他们的思想就是 我来控制 把欧洲全控制住了 那就不会打仗了 对不对 全是我一个人来管 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还是做不到 还是做不到 这个世界 这个我们说是乐园 一个世界的太平 有一个基本的条件 神当王 人们服从这个神 这是一个另外 我们说这是另外一个和平 神所应许的 下面一张好不好 这张 他所谈到的是说 人的高傲也要变为谦虚 人的狂妄都比降为卑微 在那日 唯独耶和华被高举 这是基本条件 世界太平的 基本条件 是神被高举 所有的人放弃 他们的 的骄傲 说我来决定是好坏 我来决定该做什么 就做什么 这不是人与人的问题 这是人自己的问题 我们大家都有问题 世界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人当王 这是另外一种和平 那你注意到这个和平 你注意到刚刚前面那段经文 谈到的不只是太平 而是什么说呢 说神 这个 那个 以赛亚说 这一段先知 这一段预言呢 他是针对犹大尔说的 他谈到的是什么呢 耶路撒冷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谈到耶路撒冷 这个时候我们 如果住在巴贝伦 我们说耶路撒冷已经毁掉了 先知说 耶路撒冷还是要有他的角色 你们这群人还是有你们需要办的角色 因此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今天这是第二个应许 另一种出埃及 要出去 你们的神说 你们要安慰 要安慰我的子民 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慈爱的话 又要向他宣告 他们的苦难已经满足了 他们的罪孽已经还清了 他们因着自己的一切罪 已经从耶路撒冷的手里 受到过重的刑罚 安慰他们的子民 这句话的对象是谁呢 是在巴贝伦那些人 神说你要对他们安慰他们 他们已经受了极大的苦了 然后呢 我们要 事情要发生了 有声音呼喊说 你们要在旷野 清理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修植我们神的大道 一切深谷都要填满 一切山都要削平 险峻的要改为平地 崎岖的要改为平原 耶和华的荣耀必要显现 所有的人都逼同看见 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他在谈什么东西 他们在谈高速大路 对不对 要开一条路 在沙漠里头开路 这个路是个很棒的路 很平稳的 因此呢 深谷填满 高山要削平 这是一个极大的行动 那今天去呢 要改为平地 七岖要改为平原 我们要一个很宽 很平的大路 要怎么样呢 神要领那些在住在巴比里头的人 我们一起回到耶路撒冷 这是一个 我们谈的是一个新的 新的出埃及 新的出埃及 那这个 他谈的这些东西 真的是 他们真的是要在沙漠里 要见大路吗 不是 这个是一个 我们说是 这是表示一个象征性的 象征性 在圣经里头呢 我们下三星期会看到 有一群人是回去了 他们一群在巴比里头呢 有一群呢 能够回到耶路撒冷 可是圣经的教导 说真正回去的 不是在旧约时代 而是在新约时代 我们谈到耶稣的时候呢 你要看 这个约翰福音这样写的 耶稣开始要出来 传扬福音的时候呢 他前面有一个人 他叫施洗约翰 他是在卷备 替耶稣开路的人 然后他们 别人问他说 你是谁 他说我是 在旷野呼喊者的声音 休止止的路 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 这段经文 他的应用 他在说 以赛亚书那个预言 其实谈的 不是真正开什么 一个高速公路 不是一个真正高速公路 而是谈他谈我 我是在那边 打开路的人 我是在替 我们现在真正要回国了 我们真的要重建 这个神的国度 要开始了 谁开始的呢 我后面这个人 叫做耶稣的人 这个人 他会来 来重建 以色列 因此我们一个新的出埃及记 然后呢 有这个 约翰这个人开路 然后呢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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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开始 那马上问题出来了 我们如果要 重建 这个国度 这国度是什么样子 我们以前已经有这个国度 有大卫 有摩西 有这么多的先知 然后人民呢 反叛反叛反叛 我们听了三个星期的那边 好可怜的故事 对不对 我们这个新的 这个神的国度 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生命级 谈到未来 生命级 这是摩西谈到未来的应许 耶和华你的神 必把你心里 和你的后裔心里的 污秽要除掉 我可以 我对不起 我想 我不知道谁在看这个东西 我要批评一下 那个中文的圣经的翻译 新一笔 新一笔和和合本 都有这个问题 黄色的是原文 我把它翻成 直接翻成中文 神必在你心里 和你后裔心里上 行隔离 这是原文 希伯来文 你看英文的 就是这样写的 中文呢 他们说 在心里上 行隔离 不知道什么意思 因此就把他 他就把这个意思 把他讲清 解释清楚 他没有在翻译 他在解释 因为他把解释 形成变成了 你的识 你心里 后裔心里 把污秽要除掉 那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因为 心中的隔离 这个是一个比喻 它的含义 超过 只除去污秽 他超过它 它是谈至 一个整个身心的转变 完全更改的转变 不只是 肮脏地除掉 不是这样子 是一个新生命 新的改变 因此你看到 它后面怎么样呢 要你一心一意 爱耶和华你的神 使你可以存活 原来的问题是 他们以色列的人 他们看到神 认识神 可是他们不爱神 他们不能转向神 然后呢 神说我要在你心里 行隔离 要让你心中一个转变 因此第一个批评是 如果你把这个隔离 这个比喻拿掉了 你看不见 你只会说 哦 是污秽子拿掉了 没有一个全新 转变的概念 第二 你看罗马书的时候 你看不懂 因为到新约的时候呢 这些新约作者 会应用这个 心里受隔离的 这个比喻 他们在谈 生命迹 可是我们中文的时候呢 因为把那个隔离拿掉了 因此看不出来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等一下会看 罗马书第二章 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 除了生命迹以外 我们另外一张 很重要的经文 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 如果你有圣经 翻出那一章好不好 三十一章 这张经文很重要 如果你没办法 留一个笔记 把它画起来 这段经文非常重要 你把它看得到 你只要知道 为什么会重要 你把它看出来了 看啊 日子快到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与以色列家 和犹他家 定立新的约 新的约 我们圣经分成两半 前一半叫旧约 下一半叫什么 新约 那新约是从哪来的呢 从旧约出来的 旧约已经知道 旧约不行 要有一个新的约才行 那这个新约是什么样子 我们先看这旧约 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个新约不像从前 我拉他们祖先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日子 与他们所立的约 你们记得摩西那时候 他们旧出来 在新来上见了约 这个神说 这个不行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 这个约跟婚姻很相像的 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跟我好像是断绝关系了 我们这个约被毁掉了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 这个约要改变 不能跟从前一样 下一张 但那些日子以后 我要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是这样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把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的心里 第一次的律法 写在什么地方呢 写在石子上头的 是石头上的 是刻的 这一次呢 神什么样呢 祂要把律法呢 写在心里头 那这个 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个比喻 对不对 没有真正神进去 在心上写东西 当然不是 可是我们了解祂的意思 对不对 律法不在外面了 在里面了 这个律法是让我们会有一个 想要服从的律法的 一个动静 我们有这个反应 我们以前看到规矩 一看就想怎么样呢 违犯它 现在看到说 我想做 这是一个新的改变 对不对 这是心里头的转变 是这样子的 写在心里头的 这多么重要 我们想活出律法来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们要重新建立这个 神子民的关系 可是又要另外一个改变 下面一段 很重要的 你看到没有 三十四节 他们个人 必不再教导自己的灵社 和自己的同胞说 你们要认识耶和华 因为所有的人 从最小的到最大的 都必认识我 在以色列的旧约的时候 你有这些先知 你有这些祭司 你有这些立位人 他们怎么样呢 他们在教导人关于神 他们站在人们与神中间 对不对 我们有这种概念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中间 还有这种概念 说牧师 他是跟神更亲近一点的 对不对 有这种概念 然后我们就经过他就好 他认识神 我们就经过他就好 这是旧约的看法 有那种超普通人的 有灵性的那种人 我们说是圣人 在新约里头 这种概念没有 没有 每一个人都怎么样呢 从最小到最大的 都直接认识神 直接跟神建立这个亲密 一对一 人与人中间的关系 这是多么重要 这是改变了 你不要说 牧师认识神就好了 我就是经过他 没有 你需要认识神 每一个人都要认识神 直接信 没有圣人得说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圣人 每一个都是圣人 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记住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OK 你如果看到下面一段的话 是看到那个西伯来书的话 西伯来书 他就借用这段经文 他就借用这段经文 然后他就谈到新约和旧约了 神既然说到新的约 就是把前约当作旧约了 因此旧约这个词 第一次在这里出现 这希伯来书是一个新约的书籍 他说他们在谈新约 那前面的不就是旧约了吗 因此新约旧约就出来了 因此这段经文 算是我们圣经的分两半的来源 有这个人叫做Melitos Melitos of Sardis 他是他第二世纪的一位主教 他就应用希伯来书那段经文 说OK 那我们前面这段叫做旧约 后面这段叫做新约 这是教会历史的一个背景 让你看到 可是我们不看它了 下回讲 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 新约的最大改变是什么东西 心里的改变 受割离的心 原来律法写在石板上 现在写在心上 怎么达到的 我们怎么会有一种 从心底的转变 能够从心底能够爱神 原来做不到 为什么现在 在这个新约底下呢 可以开始追求 可以开始做到 怎么不开始 旧约里已经谈到了 圣灵 一时结束 我也不再颜面不顾他们 因为我已将我的灵 浇灌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我的话说的 这只是一段经文 我可以找一大堆旧约的经文 谈到什么呢 圣灵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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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这个国家的 重建的时候呢 神要把圣灵放在人身上 圣灵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能够 活出这个律法来 能够做到 爱神的行动 这个是靠神的行动 我们没有这个 神的帮助 我们做不到 可是有神的帮助 我们可以开始追求 可以开始成长 这是多么重要的 好 我想我们今天 最后面我想 我们来谈一下反应 我们这段 我们看到这段经文 我们要怎么样的反应 第一 我们看旧约这个故事里头 我们学到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看到一个人民 他们说 我们是神的子民 然后呢 爱做什么都可以 对不对 神拣选了我们 还好了 对不对 一切都很好 那没事了 不需要什么 可是我们忘掉了 这个拣选的人民 有一个任务 是为了要 把神的性格活出来 让这个世界能够看到 能够开始追求 那我们现在 我们要小心 不要陷入 旧约人民的 他们的陷阱 我们不要说 我们已经得救了 我们有耶稣 我们得救了 因此 我们不要忘掉 神拣选教会的原因 是同样的 鼓励大家 活出他的性格来 让其他的世界 能够看到 能够跟神和好 他们说 认识神多么好 我也想认识神 这是神拯救世界的方法 是靠教会 因此我们鼓励大家 这个 活出神的性格来 是我们的任务 那很多人说 这个太难了 我们怎么做得到啊 我们没有办法 完美地做得到 神没有要追求完美 没有说要完美 可是神说 我帮你忙 我帮你忙 罗马书第二章这样写的 因为外表上 做犹太人并不是犹太人 在肉身上 表面的割离也不是割离 唯有在内心 做犹太的人 才是犹太人 那我们现在都是 内心的犹太人 我不知道你们都是犹太人 其实我好像是中国人 OK 这是他的意思 割离是心理的 看没有 保律这样说 保律在谈这个生命剂 割离是心理的 是靠着什么 割离是什么 他可以解释清楚了 这割离的来源是什么 是靠着圣灵 而不是靠着遗文 这样的人所受的称赞 不是从人来的 是从神来的 神要求的是 想要的是 这一些人 他们接受了圣灵 然后心里的转变 然后活出爱神的行动 不是什么完美性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转变跟从基督 不是说我要做的 什么什么 而是什么呢 神在开始帮我们活 我们跟他合作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现在 我喜欢烤肉 不知道大家知道 我很喜欢做烤肉 然后呢 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实在是 怎么样 我们就是 whole burn off 鸡肉全烧了 黑黑的 对不对 有时候是 这个 鸡肉尤其难 有骨头 你知道 外面 焦了 里面还是生的 红红的 对不对 对这烤肉是大的挑战 尤其那种厚的肉 怎么做 怎么样让它烧 然后我烧了很多次 我想吃这个肉 可是做不到 怎么做做不到 因此我怎么样呢 去买了本书 其实那本书 就是barbecue Bible 是烤肉圣经 那我就开始读它 我开始基本了解了 我们开始读圣经了 开始了解一下 哦 烤肉是这样烤法的 这个火要这样控制 开始思考这些东西 然后呢 我出去烤肉 开始做 OK呢 太太过来了 这样做对吗 你要不要回去看看圣经 我说 做得很好啊 因为它不是这样写的 OK 我去看一看 哦 对 我不是这样写的 回来 重新改变 OK 那本书 圣经 就是我们生命的圣经 我太太什么呢 圣灵 它是圣灵的角色 OK 我在这边行动 我在学习 我想 第一点 我有这个意念 我想成长 我想学习 我想做 我想烤很好的肉 OK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因此我开始读 学习 可是呢 放开我会忘掉 因此有人提醒我 嘿 好像不是这样子 你要不要回去看一看 再多 再改 这个不对 这个不对 有人在帮忙我 我们生命也是如此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 我们想要达到一些 我们跟从基督的人 我们是 我们不会说 哎呀 我跟从基督 也不想认识基督 这就好像 有点奇怪 我们跟从基督的人 是想认识基督 想在世上 活出他的性格来的人 可是我们做不到 这样做也不行 这样做也不行 我们原来没有这个训练 我们开始读圣经 哦 这样做 OK OK 我回来做的时候呢 马上忘掉了 圣灵来了 哎 你这样不对 你听不听 我们在座弟兄姐妹 有时候你做的时候 你知道不该做的时候 圣灵就说话了 你听不听 你听了之后呢 它会声音会有大声一点 你不听它 声音越来越小 OK 因为太子一样 如果我不听它 它就不说话了 可是我听了以后呢 我会改变 或者我会去 再多学习 多深入 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 我们依靠圣经 我们依靠圣灵与我们 帮助我们转变 我们 在这个教会 我们 我们有时候说 我们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跟从基督的人 基督徒的意思 不是很清楚 跟从基督的人 比较清楚 我们清楚 我们想活出 基督的生命来 在这个世上 达到祂的目的 为了要转变 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一起祷告 天神的爸爸 我们为你的应许 和这个世界的未来 我们多么感谢 你是要 转变这个世界 达到世界的和平 你看到我们的 互相的残杀 实际上的战争 我们看到世上 各种的灾难 你看的是很心痛的 你想转变它 我们也想 为这世上的事情 我们也想看到 你的转变 你的国将 我们也为自己的生命转变 我们祈求 因为我们知道 要达到这个太世界的转变 是需要你帮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世上 活出你的生命来 因此求你在我们身上做工 也求你给我们这个能力 能够听到你的圣灵的 圣灵的话语 你能够 互从合作 让你的灵在我们中间 更有能力 转变的能力 谢谢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